李靖怡議員 關於四選三方案 我們重視的不僅僅說幾天的假期 而關鍵是對僱員既得權利的保障 勞動關係法是保障僱員的最底線 對處於弱勢的員工尤為重要 任由勞資雙方去協商的話 以價能力差的僱員就根本無法選擇 現時法規所定定的假期 超過二十多年來一直是僱員的既得假期權利 即使員工未能享受假期 亦都可以依法獲得補償 為何要以調價的做法減去僱員上班的補償呢 第二 澳門的強制性假期比周邊地區都少 不加反減欠缺理據 因應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進步 不少地區均有增加假期日數的趨勢 本澳的強制性假日天數自從1989年至今未作增加 對比周邊地區屬於低水平 然而政府就連原本有的僅有十天的強制性假期 都看不過眼 要勞私動眾搶方設法 就是為了減去三天假期的上班補償 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經濟發展不是令僱員的保障越來越差 澳門今天很有錢 但強制性假期的保障反而是開倒車 向弱勢開刀 難貴就引起港大的僱員 群體的不滿和批評 第三 若發中國傳統習俗和文化全城 和國家的做法背道而馳 透過立法去確立一些法定的節假日應予休息 是因為一些假日對於地區或者人民 是具有重要意義和傳統文化的內涵 要讓居民得以享受節日 進行慶祝或者紀念活動 就例如中國的國慶和春節等重要的節日 而基於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國傳統節日之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 王國祖在十年前也就是2008年 新增了清明節、中秋節等為我們國家的法定假期 以體現對中國傳統習俗、文化成全的重善 然而十年後 澳門的特區官員竟然將這件事視為可有可無的假期 為了達至減少向假日上班僱員作補償的目的 竟然建議修法允許重耀的中國傳統節假日調價 弱化對傳統節日的文化傳承 和我們國家的做法背道而馳 第四、漠視民意靜靜地修法居心叵測 去年政府就勞動法的七項週簽修訂 進行了公開諮詢 總結報告中顯示六成四的意見反對 將強制性假日調價 當時俗稱十選三 但政府堅持將市產假等等具有廣泛社會共識的內容 和備受反對的調價做法捆綁立法 拖慢進度 當局早前正式公布修法二項 靜靜地、兆兆地將調價的做法改為四選三 有關的理據是傳言不作公開交代 亦都沒有理會居民對於調價做法的不滿和憂慮 亦都沒有意圖再認親聽到社會意見 如此一來 它只可以隱瞞當初在公開諮詢的時候的真實民意情況 營造出是沒有民意大比數反對的假象 我們必須強調 勞動立法不是街市講假 市民反對十選三 亦都不是所謂爭拗天數 而是為了捍衛勞動法的原則 反對削弱僱員的權利保障 政府就搬出四選三作為應對 而仍換影模糊公眾概念 甚至令居民誤以為已經重善如流作出了改變 實質上四選三仍然是換湯不換藥的穩困方案 所以基於種種上上的原因 本人就強烈要求政府撤回四選三的這個方案 亦都不得削減員工假期保障和假期上班的補償 麻煩